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我們繼續往下看 現在看起來 就如同剛剛我們大使說的 這個美國總統拜登 甚至包括英國的這個 這個國防大臣 那孟成都代表的 當然也就是 這個英國的這個政府 好像是不是都有點 想跟烏克蘭這個 劃清點界線 先這樣吧 你不要再過來 你不要再過來了 普丁嗆瞎 美國也講說 好那我就不派兵嘛 我答應你別生氣 別恐嚇我好不好 好那這一來 哲倫斯基當然不爽了嘛 因此就放話 來 你要是不給我武器 你要是繼續跟我花清界線 我跟你講我恐怖情人喔 我恐怖兄弟喔 我就弄你 我歇斯底里鬧一場 那我剛剛在想說 烏克蘭怎麼歇斯底里鬧一場 大使踢點俄羅 那我就去打俄羅斯啊 來啊 大家一起死啊 哲倫斯基封起來 搞不好連他自己都會怕那一種 是不是 好 除了外部之外 現在在內部 哲倫斯基是不是也有一些內憂呢 我們來看這個人的說法 他是赫爾松地區軍民署副主席 名字我就不念了 反正就是什麼什麼夫 什麼什麼洛夫 什麼什麼卡夫 什麼什麼索夫 來 他的這段話 大家仔細聽 我認為蠻值得這個思考的 他說烏克蘭人民 被納粹高官 挾持為人質 正處在蓋世太保恐怖統治之下 對各位我先跟大家抱歉 因為我剛剛問了 做這個電視牆可能是新手 可能是新人啦 那我們也不能太苛求 所以他把電視牆做了這樣 好就是 就是他 你們看會比較辛苦啦 我們攝影大哥也辛苦 因為他要跟 那個細長不好跟 對不起大家 這個就 本公司就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來 我們繼續來 這個烏克蘭人民正處在 蓋世太保恐怖的統治之下 然後 哲倫斯基無法表明烏克蘭總統的立場 他也已經不是烏克蘭總統 各位聽清楚沒有 他說 哲倫斯基你根本不配當烏克蘭總統 而且 你是 被西方組織 斜持的人質 挾持的人質 他說哲倫斯基跟整個基督團隊 都是外國資助的 他們的目的就是 重建一個類似納粹德國的存在 這話講的 你覺得精不精準 好 那事實上呢 在5月11號 這赫爾松已經提出要納入俄羅斯的要求 那另外一個就是 哈爾科夫的安全局局長 前安全局局長 就是被趕走的那個 他有說 哲倫斯基要澄清有關哈爾科夫 不作為的批評 而且向出色的工作人員道歉 各位 這不是俄羅斯的城市啊 這都在烏克蘭境內 大家顯然對 哲倫斯基都有所不滿 那另外我們看到的就是 我們之前提到的 基輔街頭出現傳單 說 哲倫斯基背叛了亞述 那哲倫斯基有一天也會背叛你 另外還有這個 就是 有這個納粹的基金分子 說現在 我們不靠 哲倫斯基了 不靠烏克蘭了 我們自己搞一個招募組織 我們自己來訓練 我們要的軍人 我們要的納粹分子 那除了 美國 英國 烏克蘭這幾人 我們來看看 歐盟的態度 我們來看 這5月30號 這個歐盟的外交官 這個人 他說 惡烏衝突可能會持續很長的時間 但最終 只能透過和平的談判來決定 這是歐盟5月30的立場 可是各位 時間往前推 4月13號的時候 歐盟說 我們一定能夠在戰場上決勝負 各位 一個半月前說 戰場上決勝負 我們贏定了 一個半月後 哎呀 這個打太久了 我看你們還是去和平談判吧 請問這難道不是 歐盟態度的改變嗎 那另外就是 義大利總理 他也提到 他說 烏克蘭你還在等著 要加入歐盟嗎 所有的歐盟大國都反對 你加入 不只反對你加入 連讓你候選 當候選國 他們都反對 因為前面有太多人在排隊的 所以歐盟裡頭的人 反對你當候選國 其他的候選國 也討厭你來插隊 我想請問 你還真能覺得 你能夠加入歐盟嗎 所以最後我用這個人的說法當結論 這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的秘書 他說 現在就是一整幫的國家 哪一整幫 歐洲 美國 北約 歐盟 這一整幫國家 國家就是在積極工作 要肢解烏克蘭 我真的是蠻希望 周恩斯基有看正常發揮 真的 其實我現在有點可憐他 亮哥 這個當然如果到最後烏西 因為波蘭也在講 說要不要我們也來幫你聯防 那順便把土地拿走 他也不至於做得那麼粗魯 因為烏克蘭今天也有波蘭人 你也知道 波蘭的領土被烏克蘭跟白俄羅斯分走 一大塊 事實上那個Revolve就是波蘭的城市 利維夫 他本來就是波蘭的 所以那個地方也有波蘭人 說實在 所以他說我們要不要來一起抵抗俄羅斯 而且你有沒有看到北約已經做了一個 他已經撕毀了以前跟俄羅斯簽的那個 安全基礎合約 說我在中歐東歐不會部署軍隊 對不對 那中歐早就有了嘛 有德國 東歐就是波蘭 當然 還有羅馬尼亞 因為匈牙利不可能 可是主要就是波蘭 因為波蘭最希望你來佈軍 那為什麼希望你來部署 因為 波蘭就是 就是一個很有志氣的國家 波蘭巴布的俄羅斯打過來 就歷史上 三度被瓜分嘛 也是好幾度成為帝國這樣 是啦 所以他是一個很有志氣 然後 他的 他的地緣政治的觀點 往往跟都出乎你的意料之外這樣 而且很喜歡做大賭博啦 你知道嗎 他歷史上就發生過好幾次 那現在他看到他賭博的機會又來了 事實上他第一次世界上戰跟第二次世界上戰 都賭錯了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可是到現在還是 就是維持那個愛大賭博的一個歷史個性這樣 所以他這次又發現他運氣來了 因為美國現在當然就是歐盟跟北約裡面需要一個鐵粉嘛 當然 就像中國有巴基斯坦一樣 巴鐵 波蘭一定會成為美國的鐵粉啦 我跟你講百分之百 還有立陶宛啦 可是立陶宛太小了 對美國來講沒有那麼重要 波蘭太重要啦 那 所以我認為 事實上要 在波蘭駐軍 至少這個我認為已經確定成為北歐的決策 那 這個決策只要一發生 那那個駐軍 就可能隨時就會進入烏克蘭 這個當然是因應不是這次戰爭啦 而是說因應著俄乌戰爭長期化之後啦 那請問誰來幫烏克蘭嘛 那當然是波蘭的駐軍嘛 那波蘭那個駐軍是北約的駐軍喔 而且我 我估計到時候一定大部分都是波蘭人啊 那 這個就會成為一個長期對峙的狀態嘛 所以 不過你看到那個局面也越來越 明顯在浮現一個終局了啦 因為我剛剛看到你那個 左邊這個圖 我就在想說把那個烏克蘭那三個字 換成台灣會不會都適用啊 真是要命真是 其實是耶 比如說我不會像烏克蘭運送任何可以攻擊到俄羅斯的武器 到時候會不會同樣有一句話 下面那個拜登講那句話 下面那句 這個 再下面 這句話 我不會像台灣運送車可以攻擊到 可以攻擊到中國大陸境內的武器 他們現在是啊 以後一定是這樣啊 現在就是啦 不用等以後啊 我是說如果 如果怎麼樣的話 戰爭已經進行的話 搞不好他也是這樣做啊 肯定的啊 對不對所以我的意思說他現在對 烏克蘭 所以他對烏克蘭可能做的那種 失控的行為開始沒有把握嘛 對 你懂我的意思 這烏克蘭 我覺得烏克蘭會嗆這句話 真的是耶 你如果我跟你講 你們武器不給我 不夠的話 我們就 歇斯底底給你看 但是我講一段歷史給你聽啊 那個日內瓦談判不是台越戰嗎 然後最後大概在1974年 不是那個和平協定就簽了嘛 嗯 然後美國就要撤軍嘛 嗯 然後那個基因吉不是還拿了 洛貝爾和平獎嗎 是 當時去南越談判 回來之後那個 南越總統就跟美國講啊 說我們徹底被你們出賣了 可是他還是要執行那個和平協定 你懂我的意思 對當然 這個就是美國啦 越戰 越南美國是一路支持他多久 嗯 大概從1964左右就開始介入 搞到19740年了 然後 一簽完美國就說我要撤軍了 對 烏克蘭現在面對美國的這種態度 他心裡就是恨嘛 嗯 可是也沒有辦法 嗯 必須聽話 對 你懂我的意思 其實他也知道美國在幹嘛 因為你這一局 就是你如果反攻沒贏喔 大概就是到此啦 對 那以後你跟俄羅斯長期話再說啦 可是那是另外一局 美國也不希望你完全結束啦 嗯 你就一直跟他長期話嘛 拖死那個大北極熊對不對 可是就是這一局大概 就是看你的反攻計畫 可是因為反攻計畫如果不順 他會急嘛 因為他就是失敗方耶 對 而且他就知道他即將面對 這就真的是最終一戰啦 對 所以你會急 你會急就會用終極手段嘛 就開始恐嚇 開始怎麼樣 開始制裁 說你如果不幫我 我就殺了我自己這樣 大概是這樣 就是 就是會射到俄羅斯境內啦 真的啦 而且想要捲動北約都介入啦 對 就是希望芬蘭也被打啦 波蘭也被打啦 立陶宛也被打 怎麼大家都捲進來啦 對 一定是這樣啦 因為 因為局面不好 就天下大亂最好嘛 天下大亂行事大好啊 天下大亂行事大好啊 是嘛 就是這個邏輯一定會出來 這個實際上是 兵法裡面的那個弱方的邏輯啦 對 所以 所以美國當然就開始想要 對那個戰場做管理了嘛 就說有些行為你不能過頭啊 大哥是讓你玩一玩啊 沒有說 沒有說要 沒有說要下水陪你一起玩啊 你別玩過頭啦阿倫 阿倫現在說怎麼樣 哥我就是要玩過頭 你不能給我玩 我都拖你下來一起死 現在變成這樣子 對 有點這個邏輯啦 沒有錯啦 然後 反正美國一定還會玩下一局啦 因為他跟俄羅斯就是長期對抗嘛 長期博弈嘛 他跟中國也是這樣啦 對 他才不會認為說 你台灣這張牌是我唯一的牌 怎麼可能呢 他有第一島鏈還有日本啊 多的咧 還有越南啊 還有第二島鏈 現在還有南泰還有澳洲 是啊 他跟中國還要玩很久了 還有東盟多咧 所以他不會讓任何一個局把它 拖到他失控的地步 不會啦 不是這樣的 大國博弈就是不是這樣的嘛 唉 旺旺水神呢它是微酸性電子 次律酸水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它是還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過於緊張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適用 所以這個非常慈禧 歡迎大家來上快點購物化器 還有生成機都給他買起來 當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碼可以享有優惠